好 接下來這個復旦大學 他有研發一種叫做功能型的光刻膠 我請蔡博士來幫我們講一下 這個代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他兼具一個良好的半導體性能 可以簡化晶片製造供應 好 說到了快科技 中國已經正式進入量子算力可用時代了 中興社的報導也說 接下來所謂的本源悟空二號 就是中國第四代的自主超導量子電腦 也已經進入最後攻堅階段了耶 這是兩個不同的一種科技系統 就是說我們一般的晶片的製作 其實講穿的就是照相機 那光刻機就是膠片 光刻膠就是膠片 就是我一個矽晶圓 那我上面要塗光刻膠上面去 然後由那個光刻機拍照片上面去 就是有照到光的 有沒有遮到光的 上面有個光照 就是說我光刻膠塗到晶片 矽晶圓上面去 塗到上面 然後有個光照 光照就有很多的線路圖 然後我這個光刻機的光源一打 透過光照就會在裡面 光膠上面刻出很多的線路 那刻出很多線路我就鼠刻 就是有弄到的地方 可能就有被照到的地方 就用鼠刻液把它洗掉 或者沒有照到的地方 鼠刻液把它洗掉 看你怎麼設計正負膠都可以 用途不同 那這個光刻膠 現在目前全世界做得最好的 是日本的好像性原化學 做得最好 那還有鼠刻液也是它做出來 照完了以後就放到那個什麼水裡面去 就像當年洗膠片一樣 洗膠片一樣 這樣子 把什麼銀給洗掉 還是什麼銀給留著 那現在復旦大學 因為我還沒看到技術資料 他說它發展出來這個光刻膠 它的所需要的洗來洗去的次數 大幅減少 那這樣一來的話 整個的進程就會很快 整本低了 而且精準度會比較高 那就可能有機會 可以用DUV做出EUV 這麼樣的低奈米的 這個因為還沒有進入到生產 所以我只能說 根據它的新聞資料來看的話 它是已經進展到這一步 那所以表示它的光刻膠 是比日本性原化學做的光刻膠 還要來的更進步一點 再來這個所謂的 中國第三代自主超導量子電腦 它是一家這個電腦的名字 叫本源悟空 它是一家安徽省的 因為是安徽科技大學去發 中國科技大學去發展出來的 那這個本源悟空的量子計算器 超導兩個字 你只要看到超導兩個字 就是在低溫環境下運作 因為在低溫環境 運作的很多材料性質就不一樣 就幾乎沒有電子 速度都非常的快 那量子就表示說 它的速度已經到了那種量子級的 一個運算的速度 那這個中國一直在發展量子電腦 但是也不可否認就是 一直都還沒有完全商業化 完全沒有辦法 完全到商業化的地步 那現在第三代的 所謂的 我們中國自己設計的 這種超導量子電腦 那已經到了說 它認為可以接受很多 什麼23.5萬個運算任務 這算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還有訪問人士已經超過1000萬 當然就一個超級電腦 1000萬的訪問人士 還算初期啦 還算初期 那我們就祝福它 看未來能不能更寬闊的商業化 因為這個 它現在就是在跟什麼 就跟那個 NVIDIA的超級電腦在競爭 簡單講 因為現在我們用智慧型運算的 大部分都是用NVIDIA設計的那一套 就是用GPU取代很多CPU的 這種運算方式 那運算的方法我們暫節不提 那這個是直接在物理性質上面 提高運算的一個速度 因為運算的速度 如果這個可行的話 那未來 這個會打贏這場戰爭 為什麼呢 因為它用的電比較少 你看川普講的老半天說 我要大量發電 我要蓋很多發電廠 這次演講裡面 它目的是什麼 它知道未來AI的運算 要用龐大的電力 要製造AI晶片 也要龐大的電力 所以它希望美國 大量能源開發 去產生大量的電力 然後來產生大量的AI運算中心 來全世界來取得 一個領先的地位 大陸當然也知道如此 但是如果是這種超導量子電腦 它理論上 我講理論上 它的同樣的運算算力 它所消耗的電力 相對會比較少 因為它不會發熱 可是問題是 它要在極能的問題裡面 所以東西要極能 也要換很多電力 那這個沒辦法 這個只有進入實際商業操作 才有辦法去確定 哪一個會贏 哪一個會輸 但是大家還是比較偏向以 用NVIDIA那一套 用GPU的運算的方式 目前包括百度 騰訊 都是走這個路線 好 是 接下來呢 我要請這個帥將軍來幫我們看一下 華為現在不得了 要在上海青普造一個煉秋湖研發中心 而且呢 比蘋果園區還有微軟西雅圖 總部的總和還要大 到時候可以容納3.5萬名的員工 好 當然現在華為其實不是沒錢 可是他們要發行人民幣10億元的債券 任正非就有說 他們要在一個情況最好的時候發展 來增加社會的了解還有信任 但是呢 現在中國都已經率先搭載 國際首個6G外場試驗網了 但是我們來看到西方國家 還有歐洲國家 他們在糾結什麼呢 還在糾結5G啊 因為德國政府已經 和流動網絡供應商達成協議 在2026年年底前呢 要把這個華為還有中芯零件 用於5G的核心網路全部都逐出去 因此呢 中國駐德大使就立刻說 這根本就是所謂的政治歧視嘛 第一個我回答為什麼要募款10億 各位要了解 華為啊 它是一個面對國際上要打仗的 以前中國大陸不是發展半導體嘛 上一個階段給紫光集團搞掉了好多錢 因為那邊就是搞錢嘛 沒搞出來 但是華為是唯一智力發展成功的一家電商 那所以中國大陸說這個是可靠的 他願意 中國大陸願意投資在他身上 他所面臨的困境是什麼 全世界在圍堵他 美國不是講這個5G啊 什麼4G啊 連4G都要想把它弄掉 那華為今天說 面對德國跟其他國家 跟美國聯盟起來封鎖它的話 他要面對這麼大的一個戰爭 趁現在這個華為手機好賣的時候 大家對華為的技術有信賴的時候 他募款當然容易 他要這麼大的資金幹嘛呢 我就要想辦法突破美國科技的封鎖 所以搞一個戀戶秋的研發中心 比那個Apple那些大公司還要大 因為華為的特色讓人家稱讚的就是 他花很多錢養很多科技人才 化學家 物理家 電子家 什麼他都高薪去禮聘 所以他就在奮力突破你美國的科技封鎖 今天你再清除華為 因為華為的5G在英國在德國 都佔了很大的一個佔有率 因為農業各方面都需要用這個 他你要封鎖我華為 我要去搞6G 6G是讓你更流口水 因為它訓能更好 所以這個問題就讓這些 想封鎖它的國家面臨兩個問題 那原來的4G 5G的基地台要不要拆掉 那你要花多少錢 現在在手上使用的人要不要抱怨 農夫 農耕 漁船 那很多 各位不要想 晶片跟蔡博士剛剛講的沒錯 3奈米 2奈米那是少數用途 你知道俄乌戰爭裡面 洗衣機裡面的晶片都拿來走無人機 洗衣機裡面的晶片能有多高科技 所以成熟市場是一個大市場 今天華為搞這個東西 你要競爭高科技 我6G出來 6G出來不是晶片在賣錢 我整個布網的時候 多少的基地台要用 你用我5G的地台 可能只要稍作改變就可以用 你要重新布你的系統的話 你要花多少錢做你的基地台 所以這個是一個 跟全世界博弈的一場大戰 所以他今天為什麼投資 這麼大的研發工資 因為他面臨的困難 的確是困難 美國壓霸嘛 靠了所有同盟國家來封鎖 你封鎖我我就要突破 突破不是靠軍隊啊 靠科技 靠發展 靠我東西比你好 價錢比你便宜 看你要不要用 所以這個東西啊 各有利弊 美國是靠外交 政治力量來封鎖你 華為只有靠科技力量來吐船 所以發外在搞大的科技園區 是合理的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會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會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會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會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會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UYAL CARE 屁股 屁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